虽然很少有小行星撞击地球,但它们的威胁仍然存在,有一天我们可能必须针对某颗小行星采取行动,这一天的到来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早,有一颗小行星让天文学家有些担心,叫做埃波贝斯,天文学家们预计,这颗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延时行星将会在距离地球3万5千公里的范围内经过, 这个距离听起来很远,但实际上非常近,甚至会从我们和同步维星之间穿行而过 关于埃波贝斯,有一个被称为钥匙孔的问题,钥匙孔是太空中的一小块区域,那里地球的引力很强,足以稍微把小行星脱离它所在的轨道并将其送入新的轨道 对于埃波贝斯这个小行星来说,钥匙孔大概有半公里宽,当它穿过钥匙孔时,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,它将在7年后再次造党地球,并撞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像威夷党之间的某个位置 那么人类该怎么办呢?需要用核导弹攻占它吗? 如果我们的确受到小行星的威胁,用核武器攻击可能并不能解决问题,因为攻占之后,小行星会成为更多体积更小的岩石块 如果连我们最强的武器都无法抵御那些宇宙入截者,我们该如何从那些不可避免的撞低中拯救地球呢? 天文学家们有一个这样的计划,这个计划涉及到被称为引力天眼机的装置 将一艘小行星宇宙飞船靠近小行星,它会使用自身引力将威胁地球的小行星脱离原先的轨道 这个引力虽然很小,对小行星轨道的改变微乎其微,但时间长了,这种轨道的改变就能体现出来,慢慢的会使那颗小行星逐渐加速 速度的改变可能只有每小时几毫米,但时间够长的话,引力就足以使小行星天理轨道 这种方法能适用于任何种类的小行星,引力千米机的唯一缺点是需要提前预知碰撞 因为世家在小行星上的力量如此小,科学家需要提前数年行动才能避免毁灭性的撞击事件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